大家好,我是冬哥 等一下要把这只小麻犬给发走了啊 这只麻犬是帮南京的一个朋友找的 这个朋友也是我的一个老客户介绍过来的 但是具体是哪一个客户我都不知道 他也没跟我说 只是当时联系我的时候 就是说是一个朋友介绍的 肯定是一个老客户啊 因为他过来也非常的爽快 直接就是告诉我要一只麻犬 大概多大的 然后预算多少钱 直接就让我帮他找一下 当天晚上就直接给我付了全款了 狗都没有看 直接是报应费的价格 因为他那边的话是南京嘛 也不远 也就是三四百公里吧 给他发顺风车 发顺风车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直接到家啊 不像那个呃汽车拖运或者火车拖运的话 要到车站去接狗的啊 像干我们这一行的话 主要最主要的还是一个信誉啊 信誉一定要好 嗯不然的话 以后没人找你买狗啊 就像这个客户一样的 他也是一 他是一个老客户介绍过来的 嗯肯定是 就是说呃 当时我那具体是哪一个老客户我都不知道 他也没跟我说 他只是说朋友介绍的 然后说朋友跟他说我这边信誉比较好啊 嗯也很放心 嗯当时连狗都没有看 嗯直接就是说 嗯说了一下要求 然后我给他报了一下价格 就是这样子直接就定了啊 嗯现在已经给他打包好了啊 我这边笼子用完了 嗯就没办法给他找了一个 这个塑料框子给他带过去 嗯这个也没关系啊 因为路程比较近 小狗上午已经给他喂饱了 下午就不喂了 嗯发之前都不喂了 因为小狗喂的话 可能在车里面怕他晕车会呕吐 嗯如果说用这种框子发狗的话 嗯一定要做好保护啊 就是说把这底下 里面我帮他放了一个尿垫 然后外面又用尿垫给他包了一下 嗯不能把人家的车给搞脏了 而且嗯发顺风车的话 有些司机他们是不愿意带这种宠物的啊 带宠物狗的 毕竟还有其他的乘客嘛 如果说有的其他乘客也 嗯不同意的话 这个就比较难办 嗯现在天气也还不错 如果秋天天气不冷也不热 小狗放在后备箱就可以了 一般长途的话呢 路上一天或两天的这个距离的话 嗯这个时间的话还是用笼子啊 因为尤其是需要转车的情况下 用笼子在中途的中途转车的时候 拖运公司会帮忙在里面加点水啊 喂点狗粮的啊 这个就不用了啊 这个我在发之前给他放了一碗水在里面 他路上渴了可以喝 其实放不放也无所谓啊 刚才看他这个在外面跑了一圈 可能有点热吐舌头啊 就放了点水在里面 他也不愿意喝 这个都没有问题啊 嗯然后上面就是笼上面给他放了一包狗粮 过渡狗粮 因为小狗到家里面肯定还是要吃狗粮的啊 嗯如果说换其他的狗粮的话啊 也不是说一次性换也不是特别好 嗯给他带了一包过渡狗粮 够他吃个几天的一周左右 这样子有一个过渡 然后另外带了一盒益生菌 呃益生菌的话啊 像这种小狗刚到家里面一天给他吃一包 这一盒是十包 嗯主要是调理肠胃的 小狗到家可能会有水土不服啊 或者是肠道菌群紊乱啊 出现呕吐拉锡的情况下啊 每天给他吃一包益生菌调理一下 这个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嗯现在小狗已经上车了 把那个死机过来接了 放在车里面 刚好他这边没有接到其他的订单 只有我这一个单子 所以说就带了一只狗走了 给他安排好了 现在祝小狗一路顺风啊 去新家享福吧